餐廳 餐廳完畢 我們現在要下山了 要往澳社的路道口 就是馬路上我們要去搭巴士前往善光市 剛剛從澳社參道口坐公車 平時來到了這邊是善光市 那車程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要來去參觀善光市 那這一站就叫做善光市大門站 善光市參道 從參道進來都是一些可能是昭和時情 古色古香的建物 有些好像是可以居住 但是要先預訂 這是善光市的山門 人王門 我們現在要進人王門 現在進來通過人王門 進來是中建市通 這是商店街 中建市通的商店街 這邊販賣很多紀念小物 這個是陀螺 日本也有陀螺 他們都做的好可愛 還有小玩偶 你看大大小小的陀螺 這家是那個醃製品的裝賣店 這邊有寫 煙製品的裝賣店 日本的醃製就是厲害 厲害 像昨天 山屋為我們準備了兩次的便當 裡面都有醃製物 非常好吃 我們爬山可以戴斗笠嗎 可以嗎 對啊 我們就不要戴帽子 換戴這個 有我跟美慧最愛的抹茶商品 右邊是六個世界 代表地獄、惡鬼、畜生、修羅 人、疾天、拯救眾生的六地藏 雲至天皇長野行在所 應該是說他之前在這邊住過 我們現在準備進善光寺的山門 三門是重要的文化財 哇 在1750年就已經完成了 是個兩層的孤照建築 他這個跟我們去一起 他跟日本的神社 看到我都不一樣 他正面是散光寺 然後背面就是寫你的心願 散光寺距今大概一千四百年 那他是東日本最大的墓照寺廟 那聽過前面這個大香爐 後面那個就是本塔 散光寺它不分中派 是屬於無教派的寺廟 那現在的本店 大概是在江戶時代要重建的 這是他們日本的香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對 然後點香 對 點香是在這邊 點香在這邊 然後拜拜完 再這樣香 投入到這個香爐裡面 日本的小學生 來這邊 校外教學 聖光寺是日本人此生必拜的寺廟 它正面大概寬二十四公尺 深約五十四米 在1953年被指定為國寶 用這樣的方式在祈福 對 把好的運氣都往自己的身上來 哇 新來的一年都是非常的福氣滿滿 期待未來的日子 平安健康 這裡是鐘樓 剛剛是三點整 所以有敲鐘 這個鐘樓是在1853年再見的 也是重要的美術品 三光寺 是供奉最古老的佛像 一光三尊 阿彌陀如來 裡面是鏡子攝影的 周圍美麗的庭園 周圍美麗的庭園 三光寺的賣場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在 護影神社那邊 他們其實都有販賣這種 玉珠印的帳 就可以 每一頁可以幹 這個是剛剛外面的燒香的 這一館就大概就是 主要在賣三光寺的周邊競禮品 也有個型的玉手 對 這個是卡片式的玉手 可愛的打磨 他們這個畫面好可愛喔 各式各樣的顏色 我剛剛怎麼有看到拉拉熊呢 有在那邊 然後這邊是櫻花的 這邊是櫻花專用的 太可愛了 然後這個是拉拉熊 可愛捏 我也喜歡 哇看好多人許願喔 對 喔這個是專門給小朋友的 要小孩平安 他們的會碼其實分的很多 各式各樣都有 還有山光寺本堂的會碼 一個愛心耶 好長的許願牆 好長的許願牆 對啊好可愛喔 好懷念喔 這邊是牽頭 那你只要投一百塊日幣 都下去就可以搖一搖 朱拉有號碼 那號碼你就尋著這個上面的號碼 去找出你的牽 那日本人的習慣是 如果說這支牽很棒 你就把它帶回家 那如果說牽有一點點差 你可以留在剛剛會碼的地方 把牆綁上去 做一個消災祈福的一個模式 好可愛的牽筒 好可愛的牽筒喔 對 今天雖然是平日 可是人潮還是蠻多的 這家是賣什麼的呢 好可愛喔 賣一些毛巾 也是紀念品啊 圖案就是這幾個娃娃 喔了解 非常古色古香的街道 好漂亮的街道喔 好漂亮的街道喔 他們的庭園造景就是漂亮 對 每一棵樹都雕得很美 美麗的山瓜寺錶山道 整個山瓜寺錶山道 就可以看得到昭和時期的建築 現在早上我們要離開長野車站 搭JR的新幹線 會是在第十三月台 七點十分往東京車站 我們租到東京車站 我們租到東京車站 要往八重州中央口的出口 出口 一出口右轉就會來到這邊 神田機場 七號的巴士站 但是呢這邊要先買票 買票是在左後方 有選JR高速巴士 先去買票然後來這裡就可以 去買票 然後準備在7號站上車 不用再等到 你還要再送我 打工幾日 買好車票 準備在7號站上車 掃鬼 我會不會去買票 你可以去買票 但我們是P行下 所以他會給我們 我們這八天受到了老爹爺 受到了山神 以及受到了所有好朋友 為我們一起的祈福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完成 這日本很知名的白馬山神眾 對阿爾街市山真的是漂亮 顧影山也值得拜訪 對沒錯沒錯 期待我們未來還會繼續來拜訪 日本的販賣 對我們可以繼續呈現 海外的美麗的山林給各位 對那如果說您對我的影片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您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會捷徑所能的回答您的疑問 最後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也分享我們的影片喔 還歡迎您加入我們 肉活完頭FB的粉絲專頁 那我們就 期待下次見喔 掰掰 我們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 一會兒 我們到晚了 得到 兩次 那麼 也沒了